Industrial Super Loop Test 首先会采用这部添勤抗磨测试机做测试 做法是用两个金属互相磨测 同时要通过电力去推动摩打 所以这个电流标在磨测压力加大的时候 就要用更大的电力去推动摩打转动 这样电流标上的安培指针 就会由0至10的方向转动过去 当磨测压力越高 安培标指针毒素越高 代表要用更多的电力才能够推动摩打转动 现在首先使用市面一般知名的润滑油做测试 试完之后就会看到润滑油对金属的保护作用效果有多少 做之前看一看这个金属表面现在是平滑的 可以看一看做完之后的对比 电流标的指针现在都是在2安培 因为这个标准杠杆原理和针头效应下 会将压力点成大约600倍的压力 即是1公斤8码乘600 如此类推 就会承受着600公斤的压力 现在因为摩擦压力太大 所以现在停了机 看看停机之后 润滑油的保护作用有多大 你可以看到刚才是平滑的 但是现在磨损得很严重 现在用这支PPX专业润滑油噴製 做之前看一看这个金属表面现在是平滑的 可以看看做完之后的对比 电流标现在都是2安培 因为这个标准杠杆原理和针头效应下 会将压力点成大约600倍的压力 即是1公斤发码乘600 如此类推 现在加到10块 即是约6吨的压力 但是到了现在 依然运作纯畅 而且你都会看到电流由刚才的2安培 升到2点几安培的小许变化 这样现在关机 看看效果是怎样 在约6吨的压力之下 看见金属的表面仍然保护得很好 相比市面上知名品牌的润滑油 PPX能够自省能源 和提供超强的保护效果 底部位置 放到3个毫升 2个毫升 加上7毫升 2个毫升 2个毫升 1个毫升 3个毫升 2个毫升 2个毫升 2个毫升